一簽多行 終於變成一周一行 昨天說過一周一行 其實還有幾個follow up 跟進性的問題要解決要尋找答案 今天和大家說說更宏觀的層次 就是一簽多行變成一周一行之後 其實對香港整體的管治有甚麼影響 你執行的層面你會覺得 那就好 收緊了少些人來香港買水貨 但有些人當然擔心店舖經濟 其實這些全部都是屬於執行性的憂慮 不是說不要緊 但答案比較容易找 但更加形而上去想的話 其實整個一簽多行的政策 是一個優惠香港的政策 希望香港的生意做得更加好 而如果我們真是能夠成功做到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話 我們應該是可以善用到那個市場 去將不同的客源分配到不同的地區 這就是所謂市場機制 有些區做貴格客 有些做便宜的客客 有些聽做水貨客 這個是市場機制 資本主義的機質也就是說 其實中國收回香港的時候 都覺得香港的市場效應 使用市場的機制是有效的 好了 真是不合理的時候 我們所謂大市場小政府的話 就可以扶一扶收證 這可能是某些地區 甚至某些商場某些街道的人潮管制 但問題就是很明顯市場失效 然後很多東西香港人買都買不到 另外政府的調控亦都失效 有兩次是曾經可以修正的 都是真是不權為下來的市場 包括雙非孕婦 那時候就逼爆了 沒有了床位 就算是給錢 都去不到私家醫院 於是乎政府是調控了它 另外第二就是 新年仔你要奶粉 如果奶粉不夠 於是乎有限奶令 這兩件事 其實是看到市場失效 政府去扶著 但當你說的是整個區 都逼爆人 大家亂租租 衝來衝去的時候 特區政府都投降 又或者特區政府未用力 又或者特區政府可能想過那些辦法 但那些官僚攔著不去做 沒有辦法知道 總之現在香港就是作為特區 投降了搞不定了 人潮管制搞不定了 阿爺幫忙搞 阿爺一搞 就等於直接干預你經濟民生社會事務 而不只是干預你所謂法制 外交 軍事事務 這次是香港人 嚇了手地叫阿爺來干預香港事務 這才是更加大的問題 阿爺當然是很開心的 你最好叫多些我來幫忙 我以後事務大小 我都明正言順去搞你的事 你反正上次搞不定自由行 搞不定水化 你都叫我幫忙 即是說 遲些你會越來越叫得多我來幫忙 阿爺覺得這樣是很好的 問題就是 我們有沒有去復興到 滿足到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要求 我們由一簽多行的簽字 即是說阿爺去簡化行政 administration administration方面的東西 去令到更加多中國城市受惠 一個本來是幫他的政策 變成現在一週一行 是一個時間控制方面的政策 控制頻率 如果阿爺說想再捏緊你香港 變成兩週一行 三週一行 再不是的話 那就想放寬一點 一週兩行 這個就是控制權 幾時開幾時關 時間控制在阿爺上 所以一簽多行的重點 在簽字上的時候 就是簡化政策 希望可以幫你香港 所以這個是一個開拓性的措施 如果做得好 深圳一簽多行之後 其他城市會一簽多行 是幫內地的城市 現在反過來 一週一行 就在時間控制上面 也就是說 它要找到香港的管制權 這個才是一簽多行 變成一週一行 香港人最值得反省 反思的一點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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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架